这算什么 先斩后奏啊 你以为这样 我们就能接受现实了 不管你们俩 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这是我跟小刘自己 亲自做的决定 而且是由我来做主 做出来的一个 很冷静的决定 不管怎么说吧 小刘现在好歹是我们 法定的我们家的新的女主人 你们好歹要尊重一点 有什么不是的 不痛快的 直接冲我来就行了 女主人 爸 你把我妈搁哪儿了 孩子 这么多年了 为什么还老呢 你妈妈来压我呢 早就跟你说过了 你妈妈永远被我隔在天上 被我隔在我心里头 刘阿姨她在我身边 妈妈在我心里头 我一个身边一个心里头 她她不会互相影响 她没有抵触我 爸 你怎么能拿这个女人 和我妈比呢 你怎么还歪解我的意思 我没有歪解你的意思 她会要了你的命的 冬礼冬孝 我不管你们竟然怎么看我 我不管你们竟然怎么看我 为了你爸 你们能不能成全我们 让你爸过一个 爱安安心心高高兴兴的晚年 刘阿姨 我们也想让我爸 有一个好的晚年 是你不让 您仔细想想 从您来到我们家 我们家就没消停过 你以为你跟我爸结婚了 我们就能承认您 不可能 刘希娜 我原以为你只是为了我们家的房子 现在我觉得你真是太厉害了 我在法庭上见过那么多人 没有人比你厉害 你一步一步地设计我们家人 我一点证据都拿不到 爸 你实在是太可怜了 你已经被刘希娜影响到无药可救了 结婚了 是吗 好 那你们就好好地过你们的日子 跟我们姐妹俩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爸 如果有一天你想起来要去找我们两个的时候 我们倒要看看 你还剩下些什么 杜希娜 走 你没事吧 觉得结婉也挺可怜的 你妈这事 不能都怨你爸 其实你妈心里还是爱她的 所以她才那么做 如果你妈知道你们现在 心里这么记恨你父亲 她肯定不好受 听阿姨一句劝 过去的事就让她过去管 别老记在心里头 赵阿姨 以后我们家的事您就别管了 我爸跟那个保姆已经奔纪了 好事啊 那真的是好事 其实我挺同情你爸的 你说你妈走了这么多年了 她为什么没再娶呀 二十年了 她这心里有个疙瘩 不管她现在娶了谁 那说明她有长进了 她敢负责任了 她 她心里这疙瘩 她化解了知道吗 好事 真的是好事 这浪迹 就忘了这 来来来来 这带行 来来来 这边 再来来 明天 是 当然 这么 meta 这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找周律师 请跟我来 周律师 有人找你 请他进来吧 请进吧 你怎么来了 我这儿挺忙的 没有时间招待你 我知道你忙 我就是替你爸来求求你 当然也替我来求求你 以后你有什么气 就冲着我一个人仨 别再拿你妈妈的死 来惩罚你爸爸了 你别提我妈 你没有资格 不错 我爸因为你有了勇气 有了担当 连亲生女儿都可以不要了 也不怕别人传闲话了 可你想想你自己 这么一个骗财的保姆 你对得起我爸的心吗 行了 你回去吧 我没空和你说这些 行了 你回去吧 我没空和你说这些 是小迪吗 我是你刘奶奶呀 小迪 你能不能把你们家地址告诉我 好 行行行行 好 好 再见 走 冬夏 我来就是想跟你说几句话 你爸离不开你和你姐 我爸最离不开的是你 他谁都离不开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 一家人能在一起和和睦睦 高高兴兴地生活 你不用说好听的 告诉你 该回去的时候我会回去的 恐怕那个时候 你已经不在我们家了 你走吧 你爸想你 想你和你姐 还不在一起 她就去帮她就在一起 然后我上去 你即是不在一起 我去你 你自己去做那一块 我都遇了 我这 splash了 你也�多冬rée 陪我出去一块儿走走吧 家里头闷头 张老师 周老师 你的事呢 本来我不想管 可有些话我又不得不说 孩子们的事别往心里去 毕竟他们都是你的女儿 这浓包挑破了 伤口就好得快是不是 您的好意我了解 这事呢 我对不起 我这人吧 直性子 有些话我心里憋不住 我不说出来我心里难受 你也知道 以前 我真的是挺欣赏你的 我觉得你这个人 有知识 有文化 有品味 有修养 可是自从你爱上 没有你的言论自由 自从你爱上了小刘保姆 我就 我 我 那个 反正你们俩要是分手了 离婚了 我也不可能再去接小刘的地盘 是吧 小刘是从我这儿过去的 你们过好过坏都跟我没关系 往后咱们各走各的道 自己过自己的日子 好 好 赵大姐 我不跟你说话 周太太这三个字 你承担不起 我告诉你 当后妈的日子不好过 对了 周老师我有个事 我想请你帮个忙 我最近找了一个男朋友 我想让你替我把把关 那是我的荣幸老邻居了 我愿意替您瞧瞧 请好吧您呢 走楼梯 老周出去啊 回来了 闹嘛 闹了也没什么坏处 闹了以后干脆我们就不偷偷摸摸的 我们干脆光明正大过日子 你说是不是 以后出门买菜你别一个人 我陪你 出门的时候你别扶我 你把手伸进来 对了 小刘 咱们就这样 咱们就这样过日子 咱们就这样过日子 刘吉他来找我了 也找我了 你回去吗 不回去 我受不了爸那样 好坏不分 跟唐僧似的 固执妖精 把孙猴子赶跑 那这个唐僧你还保护吗 那毕竟是咱爸呀 我也不能让他日人宰割呀 好 咱们再努力一次 找爸谈谈 让他把房子过户给你 如果他不同意 至少也不能让他给任何人过户 咱们就能争取时间 好 就怎么办 刘欣娜要有什么动作 至少爸也能察觉到 就是让他在爸面前露出狐狸一把 爸 我们有话跟你说 爸 今天我们过来 不想绕弯子 明白 那就直说嘛 我们觉得保姆有问题 您觉得没问题 现在就卡在这儿了 这个必须想办法解决 爸 我们都是为您考虑的 我和东夏不图你什么 可是您得牢有所依啊 依的首先就是房子 只要房子在手里 什么都好说 那还是为了房子嘛 咱们家这房子太伟大了 真是绞尽脑汁 飞进唇舌 对 你们俩讲的也都对 很实际没错 但是因人而异啊 人有追寻的 不能因为这些东西 就没了感情了不是 我们不是不考虑您的感情 我们是想保住这个家 这不仅是一套房子 这还有我妈的心血 人已经被保姆占了 房子不能再占 那还是为了房子吧 行 你们说要怎么办 你还是把房子过户给我 那你要想清楚 上次爸爸要把房子过户给你 是你自个儿变卦的 我这次不变卦了 我就知道 您还是民事里的人 那好 那那就这么办 那你们说 什么时间 什么时间之前 我们得把这房子过户 在这之前我绝对不会动房本 但是 我也得有个条件 您说 这事不是小事 我得跟他商量商量 那行 你们商量吧 我们先走了 冬孝 你还不回家来住吗 我不给您添堵 我在家 您跟那谁说话不方便 对 我 rechts 我和你一口笔 永原 为了那俩闺女的情绪 跟她们搬过来搬过去的 说什么时候 琢磨来琢磨去的 不知道怎么开口好 干脆我就跟你直说 她们现在又要我把房子 给过户给她们 原来不是要过户给她们 她们变卦了吗 现在她们又要让我 把房子过户给她们 看起来好像那个气还没平 不管她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气 我心说 我跟你商量商量 她也同意了 那我现在就想说 干脆把房子过户给她们 那么我想你可能会担心 这房子过户之后怎么办 没事 房子过户不过就是个手续 对不对 房子过完户了 房子还是咱们的 咱们还是住在里头啊 还是咱们的家呀 但起码你人清白了 省去她们的怀疑了 换来一个她们对你的尊重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 而且我特别跟她们协议啊 房子过户之后 万一有一天爸爸百年之后 你们一定要负责 和小刘的衣食无忧 你 你看我这样决定可以吗 行 都听你的 觉得也不是个小事 我应该跟你商量一下 房子本来就是你的 你自己协认着行吗 我没事 那这样 你先直接回家 我去原来那一趟 我陪你去 不用 我快去快回 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嗯 你先回家吧 嗯 跟明大人永远不必说糊涂话 我这俩女儿啊 妈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呀 现在也不晚呀 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 那咱们得庆祝庆祝 庆祝 庆祝什么呀 都这么大事 有时候登记就完了呗 谁说的 这结婚啦 嫁人啦 那可不得好好地搓一顿啊 正值得吃 妈 我请客 叫上两个姐姐 还有周爸爸 一家人好好吃一顿 在外面是多贵啊 你们哪天都回家 我给你们做一顿 那不行 得上大饭店 两个姐姐同意了 昨天你周爸爸还跟我说 把房子过户的事呢 过户 周爸爸要把你名字 加上房本了 过户给两个姐姐 对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过户给两个姐姐啊 那过给谁啊 你怎么这样啊 你是不是就应该过给你啊 咱可不能那么想啊 那房跟咱没关系 那是人家家的财产 没有没有 我这么想这个 我没有 我没有这么想 那什么时候去过户呀 尽快 我也催得快点 赶紧办完了挺好 省着让人觉得 我惦记人家的房子 以后就 她再试试过日子就行了 是是是 她再试试过日子 这刚结婚 怎么就突然想过户了呢 喂 媛媛 我怎么一提着过户呢 那你怎么这样的呢 怎么了 你很反常啊 你很反常啊 我没有 我对了 你 你坐下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没有 哪有事啊 妈 你想多了 哪有 我说实话 妈 那个 我们想想去哪个饭店吃饭呢 哪个饭店 你一定是又骗我了 你跟我说实话 到底怎么回事 妈 妈 你说什么呢 我说房子过户的事 你怎么这样呢 跟我说实话 别让妈着急 说呀 不能去过户 为什么 反正不能去过户 到底怎么回事 小姑奶奶 你跟我说行不行啊你 房门是假的 我看答案 我说办案 你那个不算帽子 但是我认客 我说我说 没什么事 我说我吃饭店 你更老的 我说是什么 我算带物 我说怎么做 我算带物 不算的 不算带物 是什么 都没什么 好好 像我 不算带 TP 有什么 喝 鸡 牛 或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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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找了个江边呢 有好事 告诉你 现在有两条路 要不就是你跳江 要不就是我跳江 我跳 我凭什么跳啊 怎么了 你借的是高的代是不是 房产证是假的是不是 有人要告诉你的 你甭管谁告诉我的 肯定是她告诉你的 我宣布 从现在开始 我跟她断绝母女关系 不 你 你就 你们俩要害死我是不是 门面 你们俩差点坏了我的大事 你保姆你有什么大事啊 我结婚了 结婚了 登记了 他老头 老周 老周要把我的名字 写在他们家的房产证上 你给我的是假房产证是不是 不是 您 您听我说 我差点拿那假房产证 就去办手续去 我如果拿那假房产证 就去办了手续 你见到就不是 我现在的流行纳了 就是我戴手铐的流行纳 你知不知道 你听我说说说 你让我捋一下别急啊 我 我明白了 你跟老周你们要结婚了 完了他要把你名写了房本上 这好事啊 真防本你什么时候要 现在 我给你分别的事啊 我给你分别的事啊 我去不要肯定 我去找你 你的事啊 我去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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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事啊 那就去找你 回来了 你怎么还没睡啊 等你呢 远远怎么样 挺好的 你不回来我睡不着 坐下就要跟你说 说个事 我也不晓得是多疑还是什么 我发现我跟你说的房子 要过户之后 我觉得你的心情好像 有点不大一样 是不是有别的想法 没有 真没有 没有 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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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明天我就跟东啸说了 尽快把这事给办了 好吧 办完这个事之后 我想再带你出去旅游一次 咱们这回的时间就可以长一点 把上回想去没去的地方 给补回来 所以这几天你啥事也别干 你就专心地想咱们怎么去玩 去哪儿玩 你弄一张路线图出来 我这把衣服脱了 你先躺下吧 我这把衣服脱了 你都要去把衣服脱了 你把衣服脱了 你一直掉了 我冯度脱了 你干什么 你这把衣服脱了 行啊 不要再拖了 那明天吧 好 那就明天早上 行 约好了 明天早上 咱们一块儿去吧 我就不去了 那房产证也没有我的名字 跟我也没关系 有关系 咱们这次就当了孩子面 表明态度 让他们以后再也没有借口 说咱倒是 李有科 我跟你说啊 明天那房子就要过户了 你快点把房产证拿回来 明天 我不管 拿来老妈 我妈管你要房本了 你给她了 你怎么能给她呢 你想想想什么呀你 昨天你妈呀 到我这儿来 嘎啦嘎啦嘎啦 跟我一通卷 妈妈我听明白了 是这么回事 她呀要跟老头登记 领证完了 把房产证写她名 这不是好事吗 我就给她了 不是 不是 你说不是什么呀不是 妈这是骗你呢 她把房本要过去 不是加她的名 这是 也不是过户给我妈 是过户给她 这 不是别乱别乱 你慢慢地说 说清楚谁 过户给谁了 过户是没错 不是过户给妈 是过户给她女儿 给她女儿 你这个老娘们 从来都是我骗她呀 这回她骗了我了 她 这是要害死咱们爷儿俩呀 喂 东向 咱爸那边做决定了没有啊 爸同意了 好啊 你没想到吧 我也没想到 你说 是不是咱们错怪刘阿姨了 难道她真喜欢咱爸 现在下结论还不是时候 等拿到新房本才能放心 姐 这 这事要真弄成了 咱们是不是得承认 刘阿姨是在骂老伴儿啊 到时候再说吧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叫她 不管怎么叫 只要她不谋咱们的家产就行了 就当是请了个保姆吧 对了 明天过户要不要我陪着 随你 要不这样吧 你看好刘欣娜 要是你那边有事呢 就赶紧给我打电话 我第一时间就过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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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了 对不起啊 晓晓 我来不是听你说对不起的 你是不是后悔了 后悔了是吧 后悔了 你走啊 晓晓 我早就跟你说过 她心里边根本就没有你 她有没有 我不用你管 你给我走 我不走 江耀华 你有病吧 你怎么跟踪别人 干这么猥琐的事情 我不管我猥琐不猥琐 反正我就不能让晓晓跟你走 晓晓 别理她 跟我走好不好 晓晓 咱们换个地方说话 张心丁 我告诉你 我不管这个孩子是不是 反正这个孩子不可能跟你姓 我养定了 你敢吗 晓晓 我是认真的 给我自己机会好不好 跟我走 晓晓 别理她 你放开她 晓晓 闹够了没呀 还嫌不够丢人是不是 好 你们俩说清楚 你们俩说 我走 走 走了 为什么 这 sudah找回我 走 马上你只能找身状 流众 看一下 我全送 colPE industry 恩 不如身状 你是的 有别的坐牢吗 犯法就犯了 犯法也是我犯 反正我也不没犯过法 不行不行 这个办法不行 怎么能去飞车抢房本呢 被抓了怎么办啊 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这个 杨雅 妈 你这两天注意点 注意什么呀 天凉了 你出门多加两件衣服 喂 杨雅 是 哈喽 东向 咱们准备走了 爸 工艺都带齐了吗 都带齐了 你要不看看 我就是随口问问 爸 这还有三战地呢 咱们打车走吧 打什么车 就三战地走着走着就到了 不打车了 走到那儿都得中午了 人家不休息啊 到不了中午 一定会儿才到过луш Enough 银子 快走 她曲自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